可以吧 我们是校友 是 学长好 给您报仇 再问一个 大学期间是一个学习狂人 也算学习是一部分 我的学习也是为了追求我的职业竞争力而学习的 因为我的思想的话比较聚焦 我想要做一件事情 我所有的动作都要围绕这件事情来去做 才能最大化的提高我的个人能力 那你肯定在大学不打游戏 打的比较少 有时候心里比较烦道 或者想玩的时候就会玩一玩 那你肯定没找女朋友 是 没有 很委屈是吗 也不算 其实哪个大学生不希望大学有一段非常好的感情 但是我认为我的主要目标不在这个地方 你是没市场吧 其实有不少女生跟我抛制这个橄榄枝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拒绝吧 不要耽误人家了 有有有有 就是因为我这个不找女朋友 是有这么几个原因的 第一个就是我没有碰到我心仪的一个女生 你心仪的是咋样的 我觉得就是身高要过关吧 身高要多高 一米六五吧 过篮不合格 不是 那个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身高 而是这个 就是看她的个人品质 第一个有没有上进心 就是要为了自己的一个目标而去拼搏奋斗 大学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 第二个我认为 她要有主见 而不是特别的依赖别人 第三个我还要孝敬父母 这里有你目标当中那种大概类型的 就郭总吧 真的 我认为 我认为郭总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事业性女性 她是所有这场女性奋斗的一个标杆 你当找对象呢 好 我们来说说在大学里面 你是怎么努力学习 怎么努力奋斗 奔向自己目标的 首先呢 我做了很多实习 卖过啤酒 卖过泡面 卖过饮料 到一个区域上 我要去拜访门店 我要去谈客户 做这样的 你是这样干的吗 我直接说业绩吧 三个月我开发了40家客户 然后还有30家异乡客户 两个月的时间 这么厉害 也不算厉害 讲一个案例 就是怎么做到这么好的 有一个客户 他跟我们公司产生了很大的一个矛盾 那我现在来了之后呢 我首先要修复这个客情关系 我要模糊我的销售主张 我每次到这个店里来呢 从来都不会谈下单 下货的事情 我都是先送给他一些东西 连续关心了十几次之后 客户主动找我下单 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能不能不要靠代价的 靠你的能力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们想听一个 这个本来就是我的能力 这是我策划过的 这样的客户 我是不可能上来就搞定的 我要通过持续的关心 你的耐力我们认可了 你的能力没体现出来 能力啊 就是先付出 我要掌握 开发这个客户的主动权 你就只会认劳人员是吧 我这是在改进客情关系的 一个正常过程 你刚才在描述的过程当中挺简单 一方面就送东西 要么就受气 十来次受气你就成功了 没听出什么能力啊 我们来个实战好不好 可以 现场是要受气的 我想放到第二个环节 没有第二个环节 就这个环节 可以 咱们就卖啤酒 可以 非你卖啤酒 你想卖给谁 卖给力总吧 你是想挑战自己是吧 我对自己的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 他是个经销商 力总您好 我经常在节目上见您 我认为您是一个 思维非常缜密的人 别说客道话了 我们啤酒这边都蛮香了 没地方放你们家的了 力总 那个是这样的 我是非你牌啤酒的 这个啤酒品牌非常出名 您看在那个市场上 打出了很大的一个名气 现在销量也很大 您有没有见过我们这款啤酒 我知道你们经理都来了 被我拒过好几次了 怎么又派了一个小业务员来 我们经理是前妻告诉我 你这个人为人非常不错 是一个亲和力非常强的人 然后让我继续过来关心一下您 我们这款啤酒一年销量 就是您做一个夏天 能问您带来三百万的利润 根据我们这个市场的前景来说 我做别的啤酒 也就一个夏天也就两百万 你怎么三百万了 我们这个啤酒 难道你们是暴力吗 他这个小店 他这小店在我们家门口 已经开了二十年了 他现在连三十万还没赚账 我们两百万好不好 他的角色是经销商不是小店 因为我们这款啤酒 电视上的广告做的非常多 消费者非常认可 我们推算过 您这一个夏天下来 能够达到三百万的利润 是完全可以的 来你评价一下吧 还算行吧 最差的感受我想先说一下 好的就不用说了 其实你还是有八十多分的 恭维有点过分了 其实你恭维的 我确实是笑了 我是无奈 你知道吧 但是恭维的有点假 你知道吗 要真实一点会更好 还不错 还不错 人家说你亲和力好 你说人家假 特假 那你就是承认了自己 是一点都没亲和力 其实当那个利润说 我很生气的时候 我故意就是甩给他一个帽子 我说您亲和力很好 他可能对我的态度会缓和一些 他是我见过的最认真的小手 特别认真 而且他刚才有一个点 郭兰打岔 说这小店在我这卖了三十年 对吧 他怎么可能挣三百万呢 他马上说 他不是小店 他是经销商 他好认真 其实我还有很多东西 没展示出来 如果 人家判你好就可以了 我为什么刚才说到 你这个三百万的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你有的时候 销售其实 大家 你想让别人对你建立起信任感 你拿利润来给客户讲道理 对吧 但你的话说的太满了 我不相信卖一个啤酒的 一个经销商 能够涨到三百万的利润 所以为什么我打断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你把话说的特别满的时候 当你没做到的时候 这个客户你再失去了 你再想拿回来 那就非常难了 你这个话真的说的太满 你只做销售吗 其实我从内心来想 我希望从销售切入这个职场 我真正想多的 希望我未来能够成为一个 那个市场营销 或者说品牌推广方面的一个专家 你要求薪资多少 五千家 底薪 没有地域限制 我希望能够在这个北京 或者一线城市工作 你想去哪个企业 互联网家里的 微车或者金山云 或者其他老板认为 或者一项工作我也愿意接受 第一轮选择序口里 好久没有第一轮 一个灯都不灭了 谢谢 天生我有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前面做过四分兼职 卖过四类产品 你最喜欢哪个 其实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 我做贷款的时候 他们到我们学校校招 看我非常优秀 破例把我招进来了 可以兼职 我其实就做了一个月不到 但是我已经开拓了一个 开发科的渠道 我见到一个陌生的高级经理 我能教他姓什么 然后他对我非常的 他对我就是非常惊讶 你怎么认识我 哥们你有朋友吗 有那么几个 不多是吧 为什么不多呢 因为我 就是我 跟我志同道合的 就那么几个 他们就是 都在想怎么享受大学生活 就是我整天好忙碌的样子 然后真正都没有玩到一块去 所以你累吗 我觉得不累 所以你觉得一心一意 就像这个 其他生活当中的本来 你都没有享受到 有则必有失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对我自己取得的一个进步 非常开心 大学生活的主要目的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做得很值 孩子啊 你活得真不容易 你看你上场之后都没笑过 可能我就是 比较那个 有上进心的感觉吧 你笑一个好吧 太可爱了 我发现他 其实有一句话说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虽然他的生活失去了一些色彩 但这种人其实在事业上 或者说在他的工作 在某一个阶段 是比较容易去得成功的 你生活得太用力了 所以我说你活得太累了 我觉得我就是一直在追求 你是缺钱吗 就是我 我非常想实现经济独立 我不希望花父母的钱 你加几个 我们家姐妹两个 姐妹两个 不是那个 稍微有点紧张 就是我们家就是姐弟俩 姐弟啊 对对 吓我一跳 我得看一下 赵黎明 男 22岁 就是你家里 这个父母 姐姐 就是你家里有什么人 刺激了你 让你变得这么 在大学这么奋斗吗 其实我觉得我骨子里头 就有那种奋斗的基因 从什么时候开始 高中 我刚懂事的时候 刚懂事 对 你什么时候懂事的 我觉得六岁吧 六七岁吧 我的天 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 六七岁就有奋斗的基因呢 能记得六岁多的事情吗 因为我的爸爸 他是一个 就是非常能苦干的人 我们家那时候 过得一点都不好 我小时候 他那时候开一个养鸡场 然后呢 他要去给这个 收那个玉米 那时候天下很大的雨 路上很泥泥 然后那车就停在那 走不动了 我非常看到 我爸爸那种绝望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骨子里头 就有了一种奋斗的基因 但你应该有 你完整的人生 你比你同龄人拼多了 但你让我们看起来 你不太幸福 他眼眶一直是红的 对 其实我觉得 我非常容易感染别人 我很有幸福感的 你唱首歌我听听 唱歌是我的烈士 唱一个 我看唱着好不好 没关系 我看你有没有记性 那就来 那个什么当兵的人 我觉得那个比较好 来 当过兵吗 三当兵的人 有啥不一样 我觉得这能够 好可爱 我还是看好 你唱的是真烂 但你唱的是真认真 对 我觉得黎明英 其实我蛮看好你的 我觉得又吃苦 又认真 我觉得真的能做好一个销售 你说过你的新企业 是微车和金山云 那么你能不能挑一家企业 向我介绍一下 能说到我心动 想去购买他们的产品 你选谁 向我介绍一下 我就是金山云 好 我们金山云是做一家云服务的企业 那么传统的企业 如果能够入云 能够给我们的网络运行的一个成本 降低80% 就是减少80%的损失 我听过来说过 他们排第三 那我干嘛不用第一第二名呢 金山云我们比较专注 我们专注做这么几个行业 我们没有把这个网撒得太开 那么采购我们这款产品 不光能够为咱们公司节约 止损800万 另外一个我认为 采购咱们的产品 是您眼光睿智的一个表现 是您职业生涯当中一个 灯光天彩的事情 你怎么能够那么认真地 把一个不懂的事讲这么半天 其实我觉得 我不是灵光一闪 因为其实我跟曹总聊天的时候 我都是有我的一个出发点的 刚才我说 可是你又不懂金山云 你又不懂潮汐的六人游 你怎么能讲这么认真呢 因为它企业的 关于企业的一些东西 就是这些方面的 我觉得它是硬 完全是硬推 你看刚才卖啤酒 300万就敢承诺 这边马上金山云服务 800万就敢承诺 你到底是站在什么角度 你没有站在客户角度 给他解决方案 你就满口就答应下来 800万 你把这单子拿下了 到最后不能解决800万 你说你怎么收这个场 一个我觉得段总说的非常有道理 就是同一个错误犯两次 我那个本来表达的是 我希望就是 如果我是前期准备 我可能会说节约减少80%的损失 而不是就是这个具体的一个数字 我觉得你这么认真的 本来这题能回答的挺出词的 但是你这个回答的 还是不但是重复错完 而且越来越吓人了 就是你长得太诚恳了 你知道吗 你以后要骗我们 都这么骗 我们哪防得住啊 对 好吧 其实我觉得在最开始对你的感受 我是觉得现在好像 很久没有见到过 这么单纯的大学生 但是后来想想 你的人情技巧其实也挺多的 是就是我的客户一般 都跟我那都是兄弟姐妹相称 你觉得真是兄弟姐妹吗 有的是真的 有的是就是 那个可能就是表面 但是也比较 其实你所有的认真 过度用力的背后 其实是有一种怯懦 包括不谈女朋友也是一样的 是的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同学们只把你当同学 客户只把你当销售 没有谁是那么容易 能处成兄弟姐妹的 明白吗 我跟他们录了这么多次 我也没跟他们成为兄弟姐妹 那种人情只是手段和技巧 而并不是人之场景 人际关系 人是复杂的 但又是简单的复杂是因为你复杂 别人就复杂 你简单 别人就简单 是 现在 不知道